訂閱支持 版專輯 、 chermark 字幕集園 哈囉我是希治葛,他是一個超靈的Youtuber 我自己的Youtube channel經常介紹遊戲 很多人都會覺得,介紹遊戲是開遊戲 隨便玩兩下,然後亂說 我自己在香港遊戲業用歷史稍早十年 所以都不是一個亂說的人 怎樣構成今時今性格和玩家的方式 可能是因為我繞了很多不同的路 讀書我自己讀得不多,我讀到 Form 5 學歷來說就是現在的DSE 小時候我都不是很多說話,經常被人欺負 之後就打遊戲,逃避現實世界 MMORPG,那時候很多遊戲很流行放外掛 我就自己設一些外掛,幫同學都放 可能是因為這樣,令自己慢慢多話說了,多了跟人交流 也在跟人說話的時候就發現了很多不同的技巧 怎樣可以被人欺負少一些,怎樣可以在不同的團體 有一個舒服點的位置 小時候我很怕MISS SIR只是說書 因為他們經常想把不同的概念塞到你的腦 我那時候看回自己的同學,有很多的腦都好像被人塞爆了 所以我自己就很怕會成為其中一個齒輪 然後就開始經常都包吵 那時候MISS SIR,家人叫我做A,我一定會做些A以外的事情 最好的例子就是,那時候每個人在說選文科還是理科的時候 我就選讀Art 當大家拿著會考程式表去找學校的時候 我就去選讀Design School 想去做一些大家沒做過的事情 又或者可能不是全世界第一個人的 不要這麼copy and paste也好 其實讀完Design之後都很搞笑 因為剛才說的原因 就是不想做一些跟其他人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去做頭髮 那時候家人是很反對的 然後就跟家人吵架 然後那幾年都跟家人的關係很差很差 當時跟家人的關係是吵得很差很差的 基本上是一見面就吵架那時候 那家人就吵我,經常說當家人是酒店 由19歲以上,一路經過了4、5年 其實當時都很迷失的,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每一天都是上班、下班,有事就做 那機緣下校的情況下 我認識了我的師傅 他跟當時的我是非常非常不同 他是一個可以為了目標很粉身去做他一個人 他那時候30歲人,英文都不懂多個 然後自己一個人飛去英國去學剪頭髮 那回來之後,我就很慶幸可以跟到他學習 那開始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很嚴的人 那現在回看,當然他就寫了我孔 那他那時候就跟我說,見到我對工作有什麼很大的熱誠 就覺得我的目標應該是在其他地方 那當時他就非常鼓勵我去追回真正的目標 那我真的小時候,有一刻我會覺得 蛤?我花這麼多心機,你這樣說我? 不開心就一定有的啦,不過我都跟自己說 那如果自己沒有成績的,不可以回去 那要不然真的沒有面目見我這個師傅 那直至到到23歲左右就轉行啦 本身學歷低啦,加上年齡都不小啦 那所以找工作都不是那麼容易 去到最後去想回自己有什麼厲害的時候 想回就真的好像除了打機,真的什麼都不懂了 那好幸好後期有間Game Marketing公司就請了我啦 真真正正插了腳到遊戲行業裡 那除了Marketing之外,都試過不同的崗位 就好像商務啊,開發啊,產品啊 去到後期做媒體 那涉料的範疇也都很廣泛 那工作的時候,本身可能因為經驗不多 那慢慢就學會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就好像拆彈啊,就是應對不同的問題這樣 那又或者老實有一些不可能的任務 都慢慢學會怎樣可以迎人而解 其實Day1的時候我沒想過要做YouTube 因為其實你看那個事業Path啦 你都覺得這個點體都不是一個YouTuber的配點來的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反應其實很慢 大家覺得我反應快啊,對答如流啊,這些全部都是錯覺來的 我其實就好像一個NPC那樣 我一早預先設定好不同的對白 人家說什麼我就沒分什麼反應人 沒開始做YouTube之前呢 我自己就做了兩年直播先的 正式開始做遊戲情報科就是2015年 那當時又沒什麼這一類新聞或者資訊向的節目 那我打算試一下吧 那以前看的都很容易啊,經常都覺得 欸,拍條片煎條片有多難啊 但做下去的時候就發現是兩回事啦 YouTube Channel你可以當是一間很小的公司啦 但做的份量其實是可以很多很多 當客發現很多以前的工作啊 或者處事經驗都可以放下去 我自己覺得啦,網上的世界和商業社會很不同 以前在商業社會做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可能明爭暗鬥啊,大家會放下冷戰啊 但大家都會有著自己不同的目標和目的嘛 但你去到網上世界的時候呢 所有東西以前的邏輯就好像用不到那樣 網上世界的人,你完全不會猜到他會跟你說些什麼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每一次都覺得好刺激 真的少一些EQ都搞不好 去到2017年那樣上下啦 那些人經常就說男人32立嘛 那時候就在想,不如試下搞自己公司啦 那做Media和做YouTube 那之後就拉上一班兄弟一起落坑一起搞啦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故事啦 其實從小到大啦 每一個人都應該會經過一些不同的不開心事情 那去到今時今日 如果大家還看到的YouTuber 或者大家做創作的人都好 其實中間大家都經過很多不同的否定 好像我自己為例啦 我自己在中學的時候 最有印象的否定就是 我當時有個中學師跟我說 他說,喂 希致閣,你除了會打遊戲和說話之外 你還可以做些什麼呀? 你將來還可以做些什麼工作呀? 那我很幸運啦 可以證明到這件事 那這兩個技能 又真的找到食,我不死嘛 那這大半年其實大家都經歷了很多 學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都明白到 其實原來YouTuber不是單純是嘻嘻嘻嘻 還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時度可以幫到手 當有一定的人認識自己的時候 就開始在那裡想 那其實都有一些責任的問題 那這半年大家都會情緒低落 又或者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發生大事情的日子 我都盡量回到家的時候 都開一開直播 幫大家放一放一些負能量 最緊要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 我曾經有個老師跟我說過 他說凡事要做最好的準備 和做最患的打算 我們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去年年頭跟我說 2019年2020年會發生這麼多事 我都會笑一下你瘋了 但是去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我想大家要好好地想想 有些什麼是你真的很想很想去做 有一套很經典的戲叫做 《搏擊會》 裡面有很多經典的名詞 即是名台詞都很值得反思 如果你的人生 或者你的生命 差不多去到尾聲的時候 你有些什麼最想做 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一套漫畫 叫做《家庭教師 Reborn》 裡面有個道具叫做 十年後火箭炮 如果被打中了 就會跟十年後的自己 交換位置一段時間 我以前經常都會想 如果被這枝東西打中了 見到十年後的自己 我會不會覺得很醜怪 會不會覺得很失禮呢 今時今日去看回現在的自己 我想如果被十年前的自己 見到現在的我 我想都不是太失禮 可能你會對我本身的工作有興趣 又或者入行都會有自己的問題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更多的話 你都可以在4月28號 去到防腐辦公室YouTube Channel的KOL信箱 又或者5月5號晚上8點到9點 在我這邊一起參與 賽馬會尋找隱世巨星青年計劃 性格障礙研究科 一起聊聊天 到時見 在4月18日 在4月2日 五月兩日 為了